早上的班机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部分其他的同工都是 昨天就回来了 那为什么我选择今天早上才回来 而且今天我还要讲到 就是因为11月8号是我的生日 是礼拜五 所以呢 我就很不想 对不起礼拜五还是礼拜四啊 礼拜四嘛 礼拜四 我就很不想跟他们一起 礼拜三半夜坐飞机 然后坐到台湾的时候 就是礼拜五的早上 直接跳过礼拜四 你知道这时差真的很糟糕 就是你礼拜三半夜坐飞机 你到台北的时候呢 就直接跳过礼拜四了这样子 所以我就在那边多留了一天 然后跟学生在一起这样子 我两个礼拜没有在我们当中 非常非常地想念大家 因为第一个礼拜是去博寿哥那边 他们是14周年庆 然后呢 他们现在已经增长超过3000人 然后他们现在继续地要去职堂 他们希望呢 能够值100间教会 然后呢可以门徒训练 10万个门徒 所以我真的感觉到 真的他们在那当中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福音的动力 那他请我为他们祝福祷告 当然我们有去那边 开这个天国元素的课程 希望他们每一个领袖 能够领受到这些天国的元素 然后呢 能够建造的教会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那他请我为他们祝福的时候 我在聚会的当中的时候 我就领受到 我记得当我们教会要开始职堂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 我记得是赛克牧师 就是泰国的赛克牧师来到台湾 然后呢 带领了一波职堂运动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可能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就还没有出生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台湾很多很多的这些 牧者就聚集在一起 然后呢 当赛克牧师讲完了以后 他就希望每一个牧师上台 写你们要见几间教会 那个时候台北联阳堂只有台北联阳堂而已 没有任何其他的分堂 所以他就说你们要见几间教会 所以每一个教会都上去写 那周牧师 你知道周牧师 他就是一个非常含蓄的人 非常谦卑的人 他就上去也不要多写 他就写了五十 写了五十 他要见五十间教会 但是呢 那个张茂松 新年行道会的张茂松牧师呢 就觉得说 你们台北联阳堂 怎么可以只见五十呢 就在那直接在那五十的后面再加一个零 五百 OK 前面吗 他在前面加一个一吗 是哦 真的是对那个 他在前面加一个一对不对 OK 那实在是太小看我们了 因为你要知道 现在台北联阳堂呢 已经快要五百间教会 五百间教会的分堂 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你知道有些时候 我们真的很恐惧很害怕 我们觉得说 我们怎么可能做这些的事情 但是呢 我那天就鼓励他们 鼓励他的所有的领袖 我们就是那个一 但是呢 只要我们跟神一起同工 神会在后面加零 Amen 只要你愿意把你自己摆出来的时候 你就是那个一 但是圣灵呢 会在你后面加很多的灵 他要成就荣耀的工作 然后呢 我们在后来在 伯特利的参访的里面的 这一两周 这十天的当中呢 我们也看见神 在我们当中做很荣耀 很奇妙的工作 特别是这次 我觉得很特别是 有很多的主任牧师 跟我们一起去 然后呢 也有一些的是 第二代的 也是现在在接班的 这些的牧者 包括光伟哥 子俊哥 然后呢 还有现在 还有文华哥 第一次 他们都是第一次 去伯特利教会 但是我觉得在 整个的聚会 还有整个参访过程的当中 神大大的触摸他们 也大大的造访他们 所以呢 他们真的开始 对天国文化 有更多的理解 也有更多的认识 然后呢 每一堂 这些不同的牧者 分享完以后 我都看见 好像神 特别透过不同的牧者 在对他们说话 那我就非常非常的感谢神 因为我真的相信 当我们愿意更多的走在 这个天国文化的里面 这个是很多人 他们的心里面 可能是因为不理解 可能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 但是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 我真的相信 人的心会被这个事情 所吸引的 所以呢 我们一直在 青年牧区的里面 我们在传讲天国文化 我们在推动天国文化 我也相信 我们现在在一个地方 我们所传递的 我们所分享的 我们所撒种的 一定会结果 这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不管是在你的声音的里面 更是在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 每一个人 还有每一间教会 在光哥的心里面 我渴望看见天国文化 能够在每一间的教会的当中 Amen OK 那今天呢 我要讲 讲完钓鱼的时候 我要开始讲农夫了 OK 好 今天我的第二篇信息呢 是关于这一季的 叫超级农夫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现在的爵士 我们感谢你 就让我们在敬拜的当中 祝你让我们可以享受你的同在 祝我们也相信你 现在就在这个地方 你不但要与我们同在 祝你不但要运行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祝你更是要对我们的心来说话 祝你当你说话的时候 我祷告 每一个人的耳朵 都是向你敞开的 每一个人的心 都是向你敞开的 我们要领受你生命的气息 祝我们要领受 祝你的话语 进到我们的里面 也要结果是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这样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求 Amen 跟你旁边的说 今天神会对你说话 OK 好 这一季呢 我们讲的是 丰收时刻的这个系列 前半段呢 会专注在 我们传福音的动力 跟异象的上面 所以上个礼拜呢 我们邀请到 胡亦牧师 在我们的当中来分享 胡亦牧师来的时候呢 就说 奇怪 哥哥姐姐都不在家 我说 就是因为哥哥姐姐都不在家 所以我们才要把妈妈请来 妈妈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呢 我听到上个礼拜 当福音牧师分享的时候呢 有很好的回应 非常非常好的回应 感谢神 所以呢 我们希望我们里面 那个传福音的动力 跟那个意象 能够被激发起来 后半段 也就是从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就会有一系列的 一些职场讲员 在我们当中来分享 所以呢 是不管是小组 或是崇拜的里面 都是非常适合 邀请福音朋友来参加的 所以跟你旁边的说 从下个礼拜开始 就适合邀请朋友来参加了 Amen OK 所以下个礼拜呢 就开始是 比较福音的信息了 那首先我要再 我要你再一次来想象 如果我们接下来 一直到年底 每一个人都能够 属灵认领五个人 记不记得 上一次光哥分享的 我是要在小组的里面 我们也在推动的 每一个人都能够 属灵认领五个人 三个非基督徒 两个已经很久 没有来教会的人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光哥希望你不要 只是听信息而已 而是让这些信息 当你听到的时候 能够来改变你 让你知道你是一个 德人如德鱼的 一个天才雕手 而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你要成为一个超级农夫 因为这个是你的identity 这个是你的身份 当你知道你是谁的时候 你才会开始 能够与神一起来同工 所以我说了 我们开始认领 做属灵认领开始 认领五个人 三个非基督徒 两个已经很久 没有来教会里面的人 从祷告开始 把神给你 或是神一直渴望 你或是在你的里面 你一直渴望 被天父的爱 触摸的五个名字 我要你天天 都带到神的面前 那我会建议你 最好呢 是从你有关系 互动的人开始 OK 虽然有些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 像你的家人 或是你比较熟悉的人 你要跟他们传福音 是比较困难的 可是神 祂也说了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的一家 都必得救 在我们的当地 还有多少人 你的家人 还没有信主的 像我挥挥手 可以吗 你的家人当中 还有没有信主的 OK 耶稣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的一家 都必得救 Amen 而且你要知道 在旧约里面 那个逾越节的羔羊 代表的是 耶稣的救赎 他并不是一人一只 他是一家一只的 我再说一次 逾越节的羔羊 他不是一人一只 而是一家一只 所以我要你 对于你的全家 得救 是有信心的 所以我们说了 属灵认领 祷告 祷告完之后 问神说 我可以做什么 接着如果神 对你说话的话 你就顺服去做 让我告诉你 当你顺服 与神同工的时候 百分之百 一定会有事情发生的 我的意思不是说 你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邀请他们 来到我们的当中而已 神会给你 很多的创意 圣灵会给你 很多的idea 跟想法 你可以怎么样子 来服侍他们 你可以怎么样子 来为他们 做一些事情 而当你去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要与你同工 我要告诉你 百分之百 会有事情发生的 另外呢 我也要说 如果你这一季的后半段 你都不邀请人来 你都只自己来的话 你就会觉得很无聊 因为我们要撒 很多的鱼儿出去 渴望呢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 经历到这个丰收 真的 十二月底的时候呢 一定会有弟兄姐妹说 这一季的崇拜 还真无聊 这季的信息好浅 我一点都没有得到喂养 让我跟你分享一个 Chris Valentine牧师的儿子 也就是我的钓鱼伙伴 Jason 然后呢 他分享了一个故事 他说他十二岁有一天呢 他超级不想要去青年团契 因为他觉得青年团契很无聊 所以呢 他就一直在想 他要怎么样跟他的父亲说 他不要再去青年团契了 当天当他的爸爸 Chris Valentine牧师呢 从修车场下班回来 那个时候还没有做牧师 他从修车场下班回来的时候呢 他就很紧张地要跟他的爸爸说 他今天不想要去青年团契 那他爸爸就让他坐下 就问他说为什么 那Jason呢 他就讲了很多的理由 他说啊 你知道那边信息真的很无聊 这些的孩子们 他们自己都在讲话聊天 他们都好吵 他说每一次我去那个地方 我都学不到什么东西 浪费我的时间 他爸爸听完之后呢 就对他说 孩子啊 这是一个自私的想法 你只是为了你自己去青年团契吗 他说你这是一个自私的想法 他说难道你只是为了你自己去青年团契吗 你去教会只是为了你自己吗 你可以用神所给你的恩赐 去服侍青年团契里面的人啊 他说 当他爸爸这样对他说的时候 他从十二岁那天开始 他开始就去到青年团契 帮人 十二岁的时候 就帮人做智商辅导 一直到今天 他成为了伯特利转化中心 跟智商辅导事工的负责人 从十二岁开始 因为他爸爸跟他说 去 不要只为你自己 不要成为一个自私的人 你去 你到那个地方去看 有哪些的人 需要被你服侍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仔细听好 你如果 你仔细听好 神乐意与你同工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可以 你来到这个地方 你一定自己会有学习 你会有得着 因为你只能够把你所领受到的 给出去 但是呢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你要把你所领受的 给出去 而不是只想照你自己而已 特别是福音信的聚会 可以 你如果很自我中心的话 那保证这一季对你来说 是会很无聊的 可是如果你愿意一起来 参与赢得灵魂 每一次的小组跟崇拜 当有新朋友来的时候 不管是不是你带来的 你都一起参与在那个收割的里面 你就会开始成为 一个很不一样的人 而我们也会成为 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教会 让我跟你分享 我去到博社哥教会的时候 我去 今年就去了两次 第一次去的时候 是约瑟雅在台上带敬拜 然后呢 我们参加他们的国高崇拜的时候 我坐在第一排那个地方 然后呢 他们 我们在唱三首赞美的歌的时候呢 我发现我的耳朵快要聋掉 因为我后面有一个女生 还有呢 这些人 他们就一直叫 一直叫 我想说叫什么叫 她就一直叫很high 在那个赞美的里面 就一直叫 一直叫 然后关键耳朵实在快要聋掉了 因为我在下面跟他们一起敬拜 在台上 就是他们在庭上 然后呢 我就说 哇 怎么这么火热 他们真的很火热 然后如果有新朋友站起来的话 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热 尖叫啊什么 然后你知道我参加完那场聚会 两个小时之后 我的耳朵真的快要聋了 这次去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十二周年庆 一样 我第一堂聚会 我直接就不去了 因为那个 他们告诉我说太可怕 实在太可怕 他们直接唱 他们唱四首快歌 四首快歌 OK 然后呢 那个声音 他们说 因为他们那些的敬拜团呢 他们都被分派到 其他的地方去职堂了 所以那一天呢 是所有的分堂全部回来 所有的分堂都回来 所以在台上带敬拜的人 他们就后来跟我讲 他说 我们连自己在唱什么 我们都听不到 因为这些孩子们 他们就想 就真的是那种叫 而且是没有停的 是这样尖叫 然后叫叫叫叫叫 叫到整场 都没有停 都没有停 然后我是参加第二堂 是社青的 第二堂社青的 我已经觉得 已经叫得很恐怖了 他们就告诉我说 你知道上一堂更恐怖 我们根本听不到 我们自己在唱什么 他们就很兴奋 在跳 然后前面有一堆人 在那边跳舞 很投入 然后呢 一样 新朋友来的时候 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疯狂 然后呢 呼召的时候也是一样 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 整个人投入在那个里面 那我就想说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 会这样子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 投入在这个聚会的里面 后来我明白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他们这些所有的 国中生跟高中生 要来到他们那个地方聚会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他们并没有像我们这样子 有那么好的 这些交通的方式 或者是呢 我们有捷运 他们什么都没有 他们的教会呢 是除非你自己开车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到那个地方的 所以你知道 在那当中 所有的社亲 都去载这些国中生 跟高中生 每一个礼拜 来崇拜 你要知道 我们的弟兄姐妹 他们自己 我们的弟兄姐妹 可能自己 能够来到崇拜的里面的时候 就很方便嘛 有些捷运 有些不同的交通工具 他们是没有办法来的 我一能够来的方式 就是所有的社亲 有车子的 全部出去 把这些国中生 高中生再过来 然后等到崇拜完 小组完 再把他们一个一个送回去 这是为什么 当有任何一个国中生 高中生 任何一个人在他们当中 得救 绝志的时候 他们的心里面 是很大的开心 他们的心里面 是很很兴奋 他们的心里面 是很开心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我要问你 如果每一个礼拜 当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只是为你自己的话 你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崇拜而已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 OK 很棒 我得到牧养 我得到喂养的地方 可是如果你来到这个地方 不是只是为你自己 更是为了 你想要带领来到这个地方的人 更是为了要更多人的生命 被神触摸到的话 让我告诉你 这个教会 这个崇拜 对你来说 就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只是在听我说 永远都不要只为你自己 来到这个地方 没有错 神要喂养你 神要让你大大的来 祂要大大的触摸你的生命 这些都很好 可是You come here 你来到这个地方 不是只为了你自己 更是为了 特别是我们下半段 的这些很多很多 福音聚会的里面 如果你是为你来的 自己来的话 你会觉得很无聊 可是如果你的小组里面 有一起邀新朋友 来我们当中的话 You will be very excited 因为你会看见 你所付上的代价 神是怎么样回应你的 Amen OK 所以跟你旁边的说 不要只是为你自己来 Amen OK 特别是这些福音信的聚会 OK 特别是这些福音卷 好 今天我要告诉你 你是赋予生命的超级农夫 当你传福音的时候 分享见证的时候 你是在撒永恒生命的种子 而且跟钓鱼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鱼是马上就可以钓起来 有钓到就是good day 没有钓到就是bad day 但是撒种却是不一样的 撒种是需要时间跟过程的 不过你只要有撒种 你就能够期待可以收成 而且有些的时候 我们传福音或是分享见证 不见得是在撒种 有可能你是在浇灌别人 所撒种的 这是一个属灵的团队合作 但是最终呢 我们会要一起见证到的 一起看见的 就是收成 我们先来读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 我们来读 请 少中的少收 多中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 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 是保罗在称赞哥林多教会 他们在给予的上面 表现得很好 他用了这个农夫 撒种跟收割的比喻 来提醒他们 要在给予的事上 经历到神丰盛的恩典 然而撒种跟收割的原则呢 也可以用在我们生活当中 其他不同的领域的当中 我举例 如果你殷勤工作 在职场的上面 有好的态度的话 你会收到从神 跟从人而来的提升 也比如说 在婚姻的里面 你种什么 你就会收什么 你是绝对逃不掉的 我跟大家分享 这一次在Bethel 在伯特利的时候 神透过 Will Hart牧师的信息 在第一天的时候 他就来 下午就来 跟我们分享信息 神就透过他的信息 给了我跟喜恩 一个非常赤漏敞开 坦诚分享的机会 所以那天晚上回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一个 非常坦诚的一个分享 让我们可以开始撒下 更多沟通 分享的种子 使我们就可以享受到 更多亲密连结的果子 是我们以前所没有的 所以在婚姻的里面 请问你在撒什么样的种子 我再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是一个学生的话呢 你会收到的考试成绩 要看你在读书上面 你是如何撒种的 你可能会很惊讶 郭王哥会这样说 我不是要贬低祷告的果效 但是你花多点时间读书 会比你在考试前一天 多点时间祷告 要来的有用的多了 我再说一次 你花多点时间读书 会比你 可以不要临时抱耶稣的脚 OK 在考试之前的前一天 花多点时间祷告 要来的有用多了 我们每一个人 都想要为主赢得灵魂 我们都想要帮助人 能够经历这位良善的天父 来经历天父的爱 可是保罗他说得很清楚 他说如果你少种的话 你少分享见证 你少去跟人传福音 你就会很少经历到收割 你会看到很少 甚至呢 你周围根本都不会有人得救 但是如果你多分享见证 上一次记不记得光哥 请你们每一个人 都写下你们的见证 如果你多分享见证的话呢 你就会经历到灵魂的丰收 因为少种的少收 多种的多收 这话是什么 是真的 是真的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三个非常简单的收割的策略 我们来看 超级农夫的法则 三点 非常的简单 跟钓鱼一样 非常的简单 第一个 你种什么就收什么 第一个 你种什么 你就收什么 教大太书第六章第七节 那边说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跟你旁边的说 你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在田间看到一个农夫 你问他说 你在干嘛 他说 我在祷告 我在信心中宣告 迫切的期待 今年会有极大稻米的收成 然后你就问他说 是哦 那你在种稻米吗 他说 没有 我在种玉米 你会想说 这个人是该吃药了 这个人是疯了吗 这世上没有农夫 他会这样跟你说的 所有的农夫都知道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我们必须要明白 传福音也是如此 如果今天你传福音的话 你栽种福音的话呢 你会收割灵魂 很多人都期待 看到他们的家人得救 希望能够带领同事 朋友来认识神 但是我只是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在撒福音的种子吗 你有在跟别人分享你的见证吗 就是这么样简单 如果今天你要收割的是灵魂的话 你就要撒福音的种子 我举一个例子 斐利牧师常常他分享 他说他在加拿大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 在加拿大的时候呢 就是有两个姐妹 一个叫Lily 一个叫Sisi 然后呢 一直邀请她 OK 就是这两个姐妹 一直邀请她 然后呢 要带她去教会 然后邀请她去教会 然后呢 要带她去教会里面 去教会吃饭 然后呢 这两个姐妹 就是不断地为她祷告 然后呢 你知道甚至严重到 如果斐利没有去的话呢 他们还哭 这两个姐妹就要她命中哭 说你不去 就是一直哭一直哭 哭到斐利最后投降 而去的时候呢 神在那个聚会的里面 就对斐利说话 而拯救了她的生命 所以我要告诉你 你撒种 你种什么 你就会收什么 第八节 里面说 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 好不好 请 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行欲抽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保罗在一个地方说 这个属灵原则 可以是负面的 如果你是顺着情欲撒种 它也可以是正面的 还是你是顺着圣灵撒种 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这些经文 当这里说 我们会收割永生的时候 仔细看哦 他说 必从圣灵收永生 我们会收割永生 我们都知道 我们是因性称义 我们是因为神的恩典而得救 所以这里不是说 你撒种 你努力为主工作 你努力的行善 你就会得永生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永生 并不是这样得来的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有没有可能 这一节经文 是用在传福音上面的 意思是说 如果我依靠圣灵 我与圣灵同工 来撒这福音的种子的话呢 我们周围的人 就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 我再说一次 如果我们依靠圣灵 如果我们与圣灵同工 来撒这种子的话呢 福音的种子的话呢 我们周围的人 就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 第九节是怎么说的 我们继续往下读 请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哇 你会发现 这节经文跟传福音 是超合的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如果你想要带人信主的话呢 不要灰心的 不断的撒种 你可以确定 神也确定你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说了 少种的少收 多种的多收 我们中间很多人 在财务上面 经历到这样的突破 就是当你遵守十一奉献 你并且撒种 奉献到神的国度当中的时候呢 神说你会经历到丰收 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 但是你这样做 不见得是马上 因为神并不要你把你的奉献 当作是吃饺子老虎一样 就是你投进去的时候 哇 你就会中大钱 神不要你把奉献 当作是这样子 而是呢 你成为一个心态纯洁 忍耐不放弃的农夫 神绝对看重 并且神会回应你 这个撒种跟收割的原则 而我相信 这个原则 也可以用在传福音 做见证的事情上面 我们当中很多的人 我们可能在财务的上面 我们在人际关系的上面 我们都曾经经历过 这样子的原则 不管是我们奉献的金钱 或是我们慷慨的给予 我们给予人原谅 我们得着原谅 我们给予人恩慈 我们得到了恩慈 而我要鼓励你 也把这样子一个撒种 跟收割的原则 用在传福音的上面 而我们都想要 经历到灵魂的丰收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出去撒种 你种什么 你就会收什么 Amen 我们渴望丰收灵魂 让我们一起来 撒福音的种子 第二个我们来看 你撒种之后 才会收割 OK 有没有很简单 你撒种之后 才会收割 同样的 你在田里面 看到一个农夫 你问他说 你在干嘛 他说我在等待收成 你问说 那你种什么呢 他说 我什么都没有种 不过呢 等我收割了之后 我就会撒种 你就会心想说 又是一个头壳坏掉的人 OK 你没有种 你怎么可能会有收成呢 可是呢 你没有办法想象 有多少人在财务上面 是有这样的心态 你知道吗 有多少人告诉我说 等我有钱了 我再来奉献 等我有钱了 我再来奉献 却不知道 如果你不撒种的话 你的财务是不可能会兴盛的 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 也是一样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呢 各位教会 请了一个人 来做传福音的训练 他去到他们的圣经学院 做这个传福音的训练 他就让大家填一张问卷 问大家说福音是什么 所以他对这些 Bible School 对这些圣经学院的学生 他就问大家说 福音是什么 他收回这个问卷的时候呢 他发现里面 什么答案都有 有人说福音是爱 有人说福音是很棒的感觉 有人说 我很难用文字来描述福音 你可以想象有人问神说 神啊 我要如何得永生 神说我很难用文字来描述 神啊 我要如何上天堂 神说 这个我也很难用文字来描述 来表达 我要告诉你 好家在 神没有这样说 他说什么 他说只要你悔改 相信耶稣 我们就会得着永恒的生命 只要我们悔改 跟相信耶稣 我们就会得着永恒的生命 福音是什么呢 让我跟大家说 就是两千年前 神的儿子耶稣 为我们降生来到世上 他从来没有犯罪 却为了我们的罪 被钉在施加上 而为了证明他是神 三天之后 他从死里复活 他使所有悔改 相信他的 都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 我再说一次 两千年前 神的儿子 降生为我们来到世上 他从来没有犯罪 却为了我们的罪 被钉死在施加上 为了证明他是神 他三天之后 从死里复活 使所有悔改 相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远的生命 这就是福音 所以千万以后 不要人家问你说 福音是什么 这很难用文字描述 Come on 这就是文字 这很难用语言表达 Come on 这就是语言 You got to know 我们的福音 所传讲的福音是什么 传福音要讲的 就是这个 不是要讲福音就是爱 不是要讲福音 就是一个很好的感觉 No 传福音要讲的 就是这个 而我们知道神的话语 是绝对不会突然返回的 我们没有收割 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 我们已经没有在讲这个了 你不会在杀种之前就收割 你会发现什么 这个原则告诉我们说 一定是杀种之后 才会收割 当你分享福音之后 你才有办法收割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第五节到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亚伯罗算什么 保罗算什么 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 你们借着我们信了主 按着主所赐给个人的 我栽种了 亚伯罗浇灌了 唯有神使他成长 基本上 保罗在这边上说什么 他在说 我们都是农夫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农夫 在哥林多教会有争论 有些人说 我们是听保罗的福音得救的 所以我们是属保罗的 有些人说 我们是听亚伯罗的福音得救的 所以我们是属亚伯罗的 保罗说什么 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说 你们不要分裂 你们不要分化 因为只有一个福音 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它是我们信仰唯一的根基 然后呢 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他说呢 只有 唯有神 能够叫他生长 意思是说 唯有神 能够让人得救 神能够使用在我们当中的 任何一个人 但是你不要忘记 我们所能够做的 就是撒种跟浇灌 但是是谁 叫他生长的 是神 是神叫他生长 是神使人得救的 我们在教会里面 常常听到一句话 就是我要为主 赢得灵魂 有没有听过 我们要为主 赢得灵魂 可以 Wing souls 然后呢 因为真言书第十一章 第三十节 那个地方说 我们一起来读 请 有智慧的人 必能得人 OK 那个英文就是 Wing souls OK 有智慧的人 必能得人 很多人就想说 那我要有智慧 那是我要为主 来赢得灵魂 可是呢 在提摩太前书的 第一章那个地方呢 他却说 归荣耀 给The only wise God OK 归荣耀 给The only wise God 意思是说 只有一位 有智慧的 就是神 只有一位 有智慧的 就是神 所以真正 有智慧的神 神可以给我们智慧 但是唯一那位 有智慧的是神 可以 加上之前 我们读的经文 就是保罗说 我栽种 亚伯罗浇灌 我有神 叫他神长 所以我就明白了 其实真正赢得灵魂的 不是我们 是神 我再说一次 真正赢得灵魂的是神 因为唯有 他是那位智慧的 He is the only wise God OK He is the only wise God 所以真正赢得灵魂是神 但是神却给我们 有荣幸 可以参与 神却给我们 有荣幸 可以参与 所以我要鼓励你 如果你想要 为主得人的话 就开始撒种 撒种之后 才会收割 当然 我要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团队的合作 有些的关系 是只有某些的人 有机会去撒种的 特别是你的家人 你的同事 跟你的同学 但是其他的小组员 可以浇灌 只要知道件事情 当我们有撒种 当我们有浇灌的时候 叫他生长的是神 神会使他得救 原案福音第四章 第35章38节 那边说 你们不是说 还有四个月 才到收获的时候吗 然后接下来 就是神 对整个青年牧区说的 我们一起来读 请 我告诉你们 举目向田观看 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得着工资 也积蓄无骨 直到永生 是撒种的和收割的 一同快乐 这人撒种 那人收割 这话是真的 我派你们去收割 你们所没有劳苦的 别人劳苦 你们却享受 他们劳苦的成果 耶稣说 虽然有人能够撒种 有人能够浇灌 也有人刚好 可以收割到 但所有的人 都是一同得着奖赏 一起欢喜快乐的 你说光哥 哪有 这些经文名 不是这样讲的 这个地方是讲到说 收割的人得工资 对不对 他说了 收割的人得工资 可是让我告诉你 在另一段经文的里面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第七条第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所以栽种的 算不得什么 浇灌的 也算不得什么 只在乎那 使他成长的神 撒种的和浇灌的 都是一样 只是个人 要照着自己的劳苦 得着自己的报酬 意思是说 今天不管是我们 有这个荣幸 可以亲自带人 做觉知的祷告 我们actually是 那个收割的人 我们直接跟人分享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带他 做觉知的祷告 或者是我们 就是把人 带到我们的小组 或是崇拜的里面 有其他的人 带他觉知 或者是呢 有我们的讲员 带他觉知 我们要你带着 这样子的期待 来参加 接下来我们 所有的福音的行动 跟福音的聚会 不管今天 你是撒种的 或是你是浇灌的 或是你是收割的 我们都要 同得奖赏 我们都要一起 欢喜快乐 Amen OK 我们都要一起 欢喜快乐 因为呢 我们要一起 同得那个奖赏 所以不管是撒种的 你是浇灌的 或是你是 其实那个收割的人 我们要一起 同得奖赏 OK 第二点 第三点 最后一点了 你所收割的 绝对比你撒的种还多 你所收割的 绝对会比你 所撒的种还要多 这是神的经济法则 创造纪第26章12节 以撒在那地耕种 那一年有多少的收成 百倍的收成 耶和华赐福给他 所有的农夫 一定都知道 你所收割的 绝对多余 你所撒的种子 当你种一粒 苹果的种子的时候呢 你不只会得到 一粒种子 你会得到 许多的苹果 里面带着 许多的种子 因为我要告诉你 如果没有这个法则的话 我们全世界的人 早就饿死了 如果你种一个种子 你得到一个种子的话 我们全部人都饿死了 你是种一个种子 你要得到什么呢 一棵果树 然后果树上面 长出许多的果子 果子的里面呢 又有很多很多的种子 所以神说 你种种子下去 你会收割丰收的果树 不但可以喂养你一家 也有种子 可以喂着明年 可以再撒下去 马太福音第6章38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身斗 连摇带岸 上肩下流的 倒在你们的怀里 但你说 宣光牧师 我觉得在传福音的心上面 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子 不是什么连摇带岸 上肩下流的 倒在我们的身上 不是好像我们 撒种 然后呢 收割会比撒种 还要多 好像不是这样子 他说因为 他说光哥你看嘛 传福音是 你分享一个 你再分享一个 你又再分享一个 好不容易 才有一个得救 是不是这样子 OK 你传一个 你做一个见证 你分享一个 好不容易 有一个得救 OK 你传一个 你分享一个 你又再传一个 好不容易 才有一个人信主 你说光哥 明明就是我撒的种 比我收割的还要多吧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明就是我撒的种子 我分享这么多 我传这么多的人 明明就是我撒的种子 比我收割的还要多吧 让我给你另外一个眼光 那些你所传的 所分享过的人 你怎么知道 在几年过后 他们不会接受耶稣 OK 我再给你另外一个眼光 你又怎么知道 当他们得救之后 他们会带领多少人信主 我要改变你的想法 撒种跟收割的原则 在传福音的上面 是绝对适用的 你收的 绝对比你傻得多 在跟你旁边的说 你收的 会比你傻得多 OK 很重要 OK 所以当你跟一个人 分享见证的时候 就算对方没有觉知 从你魔鬼 他马上就会开始对你说 你失败了 你真的很不会传福音耶 做见证 不是你的恩赐 让别人去做好了 让我告诉你一个真理 真理是 你有一位最会传福音 最会做见证 最厉害 最有恩赐的那一位 他会帮助你 而他的名字 就是圣灵 而圣灵 就在你的里面 Amen It's not about you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这位最会传福音的 这位最会服侍的 最有恩赐的 就在你的里面 也是你 他也在你的身上 他也要赋予你这个能力 而且当别人 没有信主的时候 魔鬼他会告诉你说 你失败了 你是一个失败者 真理是 在传福音 在撒种这件事情上面 是绝对没有失败 这件事情 我再说一次 在撒种这件事情上面 是没有失败 这种事情的 只是因为 你还没有看到 结果而已 所以呢 我们只是负责 撒种跟收割 叫他生长的是谁 是神 我们撒种跟收割 是神 叫他生长 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 就有跟大家分享 两个故事 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 一个人叫做 Edward Kimball的 他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 有一天呢 他跟一个卖鞋的 分享见证 这个人的名字呢 就叫做D.L. Moody 也就是后来有名的 步道奋心家 穆迪 他们说 当穆迪走过一个工厂的时候 工厂里的人 会被神的大能同在 所击倒 他们全部 他还没有开口讲话的时候 那些人就会全部 跪下来接受耶稣 这就是D.L. Moody 他有一次呢 讲到 有一个人叫做 Frederick B. Meyer 他就信主了 Frederick呢 后来又服侍了一个人 叫做Wilbert Chapman 他带这个人信主 Wilbert Chapman呢 后来又带一个棒球员 叫做Billy Sunday 信主 Billy呢 就成为一个 很有名的步道家 然后呢 到处去办步道会 Billy Sunday 有一次呢 去到北卡罗的 夏洛特 办复兴特会的时候 在他的特会里面 有超多人信主的 所以他们就希望 他可以再回来 再办一次聚会 但是呢 Billy Sunday 就说 我的时间 真的没有办法 但是呢 我有带一个人信主 这个人的名字 叫做Mordecai Ham 我推荐他 来代替我 来办这个聚会 当Mordecai来的时候呢 因为都没有人认识他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人 来参加他的聚会 但是有一个小男孩 却在他的聚会的当中 觉知了 他的名字 叫做Billy Graham 格里汉 格里汉 带领了几百万人信主 你知道这是怎么开始的吗 就是一个主义学的老师 跟一个卖鞋的川福音 让我告诉你 神真的很奇妙 他是叫他成长的神 神真的非常的奇妙 他说 哎 孩子 我只要你出去撒种就好 因为你所收割的 绝对比你撒的种 还要来得更多 Amen 把荣耀归给神 好不好 你可能也没有听过 一个叫Ray Alexander 这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修车的 有一天他邀了一个同事 到他家里面 要跟他分享福音 他的同事那一天呢 就带着他16岁的儿子 因为他16岁的儿子 就跟他说 那爸爸我载你 去这个人家 这个Ray Alexander家里面 那他去的时候呢 Ray就跟 这个16岁的孩子的爸爸分享 当他在分享的时候呢 那个儿子就坐在门口的走廊 那一天Ray问他的同事 要不要觉知 他的同事拒绝了他 他就跟他的同事说 那如果有一天 你想要接受耶稣的话 你可以做这个祷告 他同事16岁的儿子 第一次那一天 他坐在门口 那个人根本不是在 跟他讲话的 是在跟他爸爸讲话 可是呢 那一天他第一次听见福音 那一天他就做了 那个祷告 接受了耶稣 而这个儿子长大 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孩子呢 也接受了耶稣 而从Ray跟他同事 分享见证的45年之后 这个孙子呢 也带领他的爷爷信主 就是原本 这个Ray Alexander 他要传福音给他的人 他没有得救 但是他的儿子 那一天得救了 然后他的儿子 又把福音传给他的孙子 然后45年之后 他的孙子又传给他的爷爷 然后他的爷爷 也得救了 OK 这个孙子后来做了一件事情 在他的 我想一下 在十七十八年前 在他的客厅的里面 他开始了一间教会 叫做Gayway教会 Ray Alexander 就是那个跟Robert Morris 牧师的爷爷 分享见证 而今天呢 成千上万的人 因此而信主 有一天Robert Morris 问他爸爸说 你还记得那个 跟爷爷传福音的人吗 他叫什么名字 他爸爸就跟他说 那个人叫做Ray Alexander 他就去查了他的电话 就打电话跟他说 你还记得 你传福音给你的一个同事 叫做Joe Morris吗 就是他的爷爷的名字 记得你传福音 曾经有传福音 给这个Joe Morris这个人吗 他说我记得 我到今天 都还在为他祷告 Robert Morris牧师说 我要告诉你 我是他的孙子 当年你传福音给他 他没有信 可是他的儿子却信了 他带我信主 而我就成了一个布道家 我也建造了Gayway教会 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信主 他说我打这个电话 但要谢谢你 也想要告诉你 在我爷爷过世之前 我把福音传给他了 他也接受了耶稣 你知道那个Ray他说什么吗 他说 在我的圣经后面 有一百多个名字 是我天天为这些人得救祷告 只要没有信主的 我就不会停止 而每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呢 我就会在他名字的前面 打一个勾 他说你知道 你的爷爷 是唯一最后一个 没有打勾的名字吗 但是等一下 当我挂了电话之后 我就要去打勾了 这个人 他是一个无名英雄 他只是在教会的里面 一个童工而已 他带了一百多个人信主 但是其中一个人的孙子 诞生了Gayway教会 我要告诉你 今天神在对我们每个人说 当你在撒种的时候 当你在分享你的见证的时候 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 你就成为一个赋予生命的超级农夫 圣灵要与你同工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我永远都记得 每一次当我们在家族会的时候 我们的长辈他们就会分享 如果不是因为蓝大卫医生 传福音 那是我们的什么 阿座吗 阿座 如果不是蓝大卫医生 传福音给我阿座 我阿座向上 他的妈妈 也向下传 今天我们周家 是期待的基督徒 因为一个人 传福音给我的阿座 今天呢 我们就有期待的基督徒 从我的上上一代 我的阿座那一代 就开始有人做牧师 我的父亲也是牧师 我跟哲人哥也是牧师 你永远都没办法想象 你撒出去的种子 它会结出什么样子的果子来 你就是一个可以赋予生命的农福 我真的很感动的是 几十年来 他就一直在为那个名字祷告 但却从来都不知道 那个名字已经得救了 可是他还是很忠心的 为那个名字祷告 知道Robert Morris牧师 打电话给他 他说我现在好开心 我要去在他的名字前面打一个狗 所有我属灵任灵的人 全部都得救 Amen 好望从座位上站起来 农夫跟渔夫很不一样 渔夫是马上就钓到 没有钓到 农夫不一样 农夫是坚忍的 他是有耐心的 他愿意等待那个过程 可你手中所看到那个种子 很微不足道 你没有办法想象 这个种子总会长成一个果树 总会长出许多的果子来 但神说 叫它生长的是我 让我们一起来跟神同工 让我们一起来与圣灵同工 真的就像我刚开始 我会很强烈的感觉到 如果这一季你来 只是为了你自己的话 你会很失望 你会觉得很无聊 但如果这一季 让我们一起来收割 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来的 而是渴望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他们都可以经历着天父的爱 他们可以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崇拜 我们的信息 我们的每一个环节 神都可以触摸他们的生命 你永远都不知道 你所撒的种子 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 所以好不好 我来到神面前 我叫你问圣灵 主你要我做什么 主你告诉我 我要如何与你来同工 神不会一次叫你做很难的事情 他说孩子就跨这一步 我要你就做这一件事情 如果你愿意顺服 如果你愿意 你会看见 我会使你得人如得语 我会使你 我的话语 我的福音绝不突然返回 要做成 我定义要做成的事情 在那些人的生命里面 不管多少年 叫他生长的是我 叫他生长的是我 我求神把一个 星星的眼光 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求神把那个 丰收的异象 放在我们的里面 没有异象 我们就随便 没有异象 我们就放肆 没有异象 我们里面就没有动力 所以圣灵 我求你 把那个丰收的异象 把那个撒种 纠结果子的异象 我看见一个农夫 他耐心的期待 在那个过程的当中 说啊 你叫他生长的 那样的异象 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求你来 求你来 求你来 好不好 每个人眼睛闭起来的时候 我要问在我们的当中 有没有人 你今天听见了福音 就是两千年前 这位神的儿子耶稣 为你降生来到这世上 他从来没有犯罪 却为了你跟我的罪 被钉死在十架上 他为你流血 他为你死 可是因为他是神 他三天之后 从死里复活 让我告诉你 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人 从死里复活 除了耶稣之外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他说凡相信他的 要得着永远的生命 今天晚上在我们的当中 你可以做这个决定 因为这位爱你的天父 他撒的种子 是他自己独生爱子的生命 我要让这生命 在你的里面发芽 在你里面成长 使你得着永远的生命 使你得着丰盛的生命 如果今天晚上这是你的话 你愿意做这个决定 你愿意说 耶稣我要接受你 进到我的生命里面 耶稣我愿意相信你 你要进到这永远的生命里面 我要来为你祷告 如果是你的话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你把你的右手 高高的取起来 让耶稣看见 当耶稣看见的时候 就要进到你的生命里面 你预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有谁要接受耶稣的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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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哈利利亚 可以把你的手放下 等一下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我要请我们的同工到台前来 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 你有任何需要被祷告的 被服侍的 或是你刚刚举起手来 你要接受耶稣的 当我们等一下在敬拜的时候 都来到台前 或者是今天的信息 你感觉到神在对你的心说话 你说我也想要成为一个 可以赋予生命的超级农夫 我可以成为一个撒种 我可以成为一个浇灌的人 但是神我需要你更多的 把这个收割的意向 把这个收割的动力放在我的里面 或者是放在我的小组的里面 或者是放在我的团队的里面的 我也要你从你的座位出来 因为神向你所要的就是那颗心 神向你所要的就是那个心 就有歌他说 无论你所求 无论你所想 让我告诉你 神所想的就是他的儿女可以回家 神所想的就是他的每一个儿子 可以进入到神 为他们所预备的身份跟命定的里面 所以主我在这里 你可以来使用我们 我在这里你可以来拆遣我们 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 哈利路亚 如果你有需要祷告 我就来到台前 我君王 头戴冠冕 荣耀掌尘黑暗 熙熙在你左前 主请听我们的呼召 祷告 准备迫 ��抬衬 尖醒 尖 Mira 尖叫你 itu 尖野 ol 尖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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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祷 尖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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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臨 天然我心 焚燒我靈 不就知道 看見你過度降臨 有一種愛 有一種愛和徬徨 相信的是 所有分裂都很唯一 沈船即死告去秘密 被敲把心來歸向你 來歸向你 無論你所想 無論你所求 我屬於你 將一切交在你手中 我想賦給你 十方福星降臨 天然我心 奔向我靈 不就知道 看見你過度降臨 要自我靈依 你給我靈依 我靈依 你給我靈依 我靈依 我靈依 来将前进开始祢 祝我们同心可以 荣耀充满我生命 为祢活祝的生命 来将前进开始祢 来将前进开始祢 无论祢所想 无论祢所想 我属于祢 唱一切唱在祢手中 我想赴予祢 十方复兴降临 天在过世奔向我领 不求祢 为祢活祢降临 我们先开口来讲 卡开来祷告 让圣灵的火来点燃我们的心 这个火不是人点燃的 这个火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里面的火热 神爱的火来点燃我们 还是圣灵来点燃我们的心 将传福你的异想 将传福你的动力 将更多的放在我们的里面 为世上的灵魂 我们只要渴望复兴领到 渴望复兴领到 渴望复兴领到 人的生命进到复兴的里面 渴望复兴领到 渴望复兴领到 神爱的神 祂是守约使慈爱的神 特别是如果是你的家人的话 我要你把你家人的名字 带到神的面前来 因为神说一家一只 这被杀的羔羊 这逾越节的羔羊 是一家一只 好不好把你所认领的 这些人的名字 带到神的面前 就是为他们祝福 为他们来祷告 然后问圣灵主 你要我为他们做什么 我可以如何与你来同共 主我相信是你 叫它生长的 主要你给我智慧 主你给我策略 主要让我知道怎么样子 来撒着福音的种子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祂得拉巴巴斯瑞士哥得拉 祂得拉巴巴斯瑞士哥得拉 哈利路亚 祂得拉巴巴巴 祂得拉巴巴斯瑞士哥得拉 主要你要挪开 主要一切的拦阻 主要你让我们知道 这些属灵的征战 主要我命令仇敌魔鬼 松开他的手 在这人的生命的里面 主要你要释放他们 主要你要释放他们得自由 噢 祂得拉巴巴巴 所有黑暗的权柄 噢 所有在他们身上的一些的锁链 那些坚固的银类 主要都要被破除 主要我宣告谎言 要完全地被挪开来 主要你的真理要进来 主要你的福音要进来 主要你的大能要进到他们的里面 祂得拉巴巴巴斯瑞士哥得拉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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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无论你所想 无论你所求 我属于你 当一切照在你手中 我想赞美你身临时的释放复兴降临 天然我心 分手我灵 呼求我指导 感谢你国度降临 主要让我们成为 一个可以赋予生命的超级农夫 主到我们撒种的时候 主要让我们有信心 相信你必要他成长 主要以至于我们可以一起来收割 从下个礼拜开始 主要你就把这些的人带到我们的当中 耶稣我赞美你 我感谢你 主要你把最适合的信息 你要放在最适合听到的人生命当中 叫他结果子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谢谢你耶稣赞美你 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拍手把所有的掌声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好不好去跟五个人 最后跟他嗨拜说 你是赋予生命的超级农夫 阿们 你是赋予生命的超级农夫 耶我们今天就会到这里 我们要再次邀请第一次或第二次 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可以到我们外面的2119教室 在那边会有我们的同工帮助你 能够来认识我们的教会跟牧区 我们邀请你从我们这个 大家庭里面的一份子 在那里你可以找到适合你的小组 就是会有同工帮助你介绍小组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为一些 我们当中有一些